继德拉吉为全意大利人民出的选择题 要和平还是要空调之后 就出台了一个夏季空调使用的县令 因为德拉吉总理认为 夏季大家使用空调 等于变相的在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 为俄罗斯的战争提供金钱 不少华人接接我们在奇怪 明明空调用的是电 为什么说用了俄罗斯的天然气 要知道意大利几乎一半的电力 都是来自天然气 冬天意大利人直接用天然取暖 而夏天 意大利将天然气转换为电力用来降温 这就是为什么德拉吉会说出这样的选择题 以及出台现用空调的规则 意大利节能研究机构安尼尔提出了一份综合性指南 倡议意大利人按照以下方法在夏季减少能源浪费 建议使用LED灯泡 LED产生的光源是传统光源的5倍 不仅不会产生日量 而且还节能 相比起传统的鲁苏灯发烫 费电的缺点 安尼尔建议意大利人替换家中灯泡 建议二 在不使用空调的情况下 采用以下五种方法能让室内降温 一 使用卷帘 百叶窗来遮挡阳光照入 当光线最亮的时候 始终保持窗户关闭 从而降低室内温度 二 晚上可以始终将窗户打开 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将房门也打开 三 弄湿窗帘的末端 四 在露台 窗户前种植绿制来过滤阳光 在窗外的树荫可以减少室内的温度 五 尽量少使用会发热的电器和电子设备 如烤箱和吹风机 还有锅炉火面包机 建议三 让空调更高效的制冷 一 在夏季首次使用空调前 清洁过滤器并检查它们是否正常工作 二 只在最热的时候打开空调 并且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 三 厨师模式能够节能永远优先于制冷模式 四 如果不是太热 可以先用风扇代替空调 风扇的能源消耗比空调少得多 撇开空调还是和平的话题 那尼尔提出的不少的意见还是比较重肯的 毕竟我们节约了电荷天然气 省的也是自己的钱 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夏季可以试试 请在明中的指示 我可以在冰箱上看 你这样做的 你这样做的 你这样做的